我記得我上一次使用Android系統手機的時候 就已經是這一個了 就是Samsung Galaxy S6 Edge 已經是五年前的試了 今次我再接觸它 是因為網上有很多人都推薦 有一款性價比非常之高的手機 這一個就是我今天要介紹的 Google的親生子 Google Pixel 4a Hello,大家好,我是Ky check 我記得在我的頻道裡面 我真的很少,甚至乎想真一點 就真的好像沒試過介紹手機 今天是第一次了 因為這款手機有很多朋友問我會否介紹一下它 當我回來看資料的時候 我真的發覺網上真的有很多評價 對它真的挺高的 但是我發覺在香港是沒有這個行貨買的 亞太地區好像只有台灣和日本有行貨發售 而台灣剛剛在9月10日就開賣了 如果要在香港買的就真的要靠水貨了 所以這次我只可以從我朋友手中 借來這部Google Pixel 4a作為介紹 這部就是我朋友在Amazon裡面買回來的 Google Pixel 4a是一部中階的手機 但是價錢就真的是入門級的價錢 親民到不得了 在Amazon買就只需要2765元港幣 如果它的性能表現是好的話 那它的CP值真的非常之高 究竟這個被譽為是一個Google親生子的平價中階手機 有什麼那麼厲害 不如我們就從開箱開始吧 不過也要提一提大家 在介紹過程中大家要記住 這部真的是3000元以內的手機 所以它是一個中階手提電話 而不是近乎一萬元的旗艦級手機的規格 所以用這個標準去看以下的介紹 可能你有不同的看法 這個就是它的包裝盒 都挺簡潔輕巧的 有Google自己推出來的手機 當然是被稱為它的親生子 太子的感覺 Android系統是由Google研發出來的 所以Pixel 4a在Android系統上面 就更能保持原汁原味的感覺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信心的保證 據說是會有Google的保證 三年的系統更新的 白色簡約的盒面上 是一個彩色的Google logo 看上去簡單得理 而且都挺有格調的 這次Google Pixel 4a 只是有單色單規格可以選擇 亦都是這次的純黑色 可以說對一些有選擇困難症的人 就有一點幫助 因為沒得選擇 目前Google表示 沒有其他顏色的計劃推出 但到秋季的時候 就會再推出Pixel 4a的5G版本 售價大約為港幣4,300元左右 都是貴一點 那就有5G的手機了 我們來開箱看看 在這裡拆它 一開箱就發覺 這個本磚背部就向天 接著我們就抽它出來 就是這樣 我們稍後再看它 看看盒子裡面有些什麼 抽它出來 這裡有一個藍色的說明書 還有一個圓形拔SIM卡的針 是一些paperwork 盒子裡面其他位置一眼看完 就有一個火牛 有一個充電線 還有一個轉換接頭 因為這個是水貨的關係 所以這一個都是兩腳頭 不是我們香港的三腳頭 所以要找個轉插才行 這個是一個18V的快速充電的火牛 另外就是這條 Type-C 去Type-C的電源線 和快速充電線 這個接口就幫助你 去過資料 在你的手機裡面 就由Type-C 到Type-A 都可以 機身拿起來 第一個感覺 就是一個字 就是輕 好久沒試過 手機有這麼輕的感覺 現在的手機一向是大屏幕 以及大容量 加上一個很漂亮的鏡頭 所以難免體積和體重都會增加 不過還有不少少費者的需求 好像我一樣 都很想擁有一個輕便攜帶 又沒有負擔的手機 這個時候這部體積只有144乘 69.4乘 8.2mm大小 完全一隻手就能夠掌控的尺寸 重量只有143克的Pixel 4a 就顯得非常之有特色 它的背面是用聚炭酸脂 一種新型的塑膠材料製造 這種材料 被譽為透明金屬 但是講得鐵地一點 好像一個燒光霧化面的曲漆 雖然它不像Pixel 4一樣 用玻璃的物料 但是我覺得是非常之有質感 而且意外地 我發覺真的不容易黏上這個紙紋 就算我現在放在上面 你發覺都不輕易沾有一些面油在上面 加上看上去燒光的感覺都頗帥 所以實際使用應該是不錯的 在這個售價上面 用到塑膠材料的背面 我又非常接受 因為摸上去又頗好用 而且感覺都是不錯的 在左上角上面 這個就是相機最重要的靈魂的地方 就是這個鏡頭的位置 這次它的組件就好像一個正方形的外框 但它只是一個單鏡頭 位於這個正方框的右下方 而左上面就是一個閃光燈 換言之 除了看起來比較厲害之外 在硬件配置上面 它跟前代的Pixel 3a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都是僅僅單鏡頭 不過現在其實很多中階的手機 都強行將鏡頭的數目 做到兩個甚至三個 但是這次這個中階的機 就偏偏只做到一個單鏡的設計給你 好像跟現在的趨勢有些比下去 但其實偏偏就是這個單鏡頭 就是這次Pixel 4a最大的賣點 加上它們自家Google研發的軟件黑科技 就是令到這部電話 就成為神話這麼受歡迎的一個因素 更加曾經被人說 就用這個單鏡頭來打贏雙鏡頭的說法 而且可以利用自己本身的軟件 就真的去彌補自己硬件的不足 就是它成功的地方 我們稍後再詳細測試 介紹給大家知道 這個主鏡頭 是用了跟Pixel 4a一樣的鏡頭 1220萬像素F1.7的大光圈 Duo Pixel對焦OIS加上EIS的防手震功能 大約等於我們等效距27mm 錄影最高支援1080P60格 4K只有30格 這種規格 錄影顯然不是最強的強項 但它在拍照上支援夜視模式 所以亦有Google很強大的銀河夜拍功能 而且亦有超像模式 而且不是局限 只是對人可以 對實物亦都可以 所以說它的相機功能已經是很不錯了 我們稍後真的要試試它 在手機背部上方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紙紋辨識的地方 它是做到稍微凹下的感覺 就算我不看它的時候 因為它是凹了下去的 所以我很快就會找到這個紙紋辨識的地方 感覺也是不錯的 不過可能因為它要好看的關係 所以它的設計就是手機的正中間 所以如果我和大家一樣都是習慣用食指 來做辨識的時候 就可能要打側一點的機器才行 如果它真的側一點就更加好 它是沒有一個Pixel 4以前的大賣點 Sony Raider 做一個人面辨識或者隔空移動的感覺 反而換上是Pixel 4沒有的一個紙紋辨識功能 如果在半年以前 可能我會覺得這個真的有點遺憾 但是近這幾個月對我來說 就真的一大幫助 因為我們平時戴著口罩 真的這樣去按我們的密碼 就真的很煩 用這個紙紋辨識 一拍下來就一定認到快很多了 在下面的部分 就是一個Cheese的Google Logo 這個就是背面很簡潔的版面 我摸了這麼久都還是沒有紙紋 感覺都非常之好 終於要試一張紙了 手感上就真的非常之好 因為比較窄身的 就好像我喜歡的iPhone X一樣 一隻手就真的可以拿去控制 就非常之方便 而且手指公這樣橫掃頁面的時候 也是到位很方便 電話右邊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很突出的顏色 是一個薄荷綠的電源鍵 這個就是Google電話的特色 看上去都很獨特搶眼 下面就是一個控制聲音大小的按鍵 上方就是一個3.5mm的耳機插孔 可以說是一些預算手機必備的 自從Pixel的第三代開始就沒有了這個 現在有就真的不錯了 但其實有這個3.5mm的麥克風機 都有一個好處 一來就是比較多元化 第二來就是喜歡如果是攝影或是拍Vlog的朋友 可能會比較喜歡有線麥克風的 二來就真的購買的預算手機的人士 都是不喜歡花更多的錢 去買更貴的藍牙耳機 所以這個3.5mm的耳機插孔 就能夠提供多一個選擇 手機左邊的位置 就只是一個插SIM和eSIM的單卡設計 一般人應用都是足夠的 而它的底部位置就是Type-C的接口 還有兩個喇叭 如果我喜歡Android手機 其中一個原因都是因為有Type-C的接口 通用性和傳輸性都高很多 它都是支援立體聲的喇叭 一早就在這裡 另一個地方就是聽筒的位置 不過這次它是不支援無線充電 不支援防塵防水 它亦都不支援外接SD卡 畢竟它始終是一個3000元以內的中階手機 按下開機 Google的Logo 開了機之後真的大很多 大家很清楚看到前置鏡頭就是左上方 它的前鏡頭是一個滑孔式的前鏡頭設計 放在左上角上面 就真的不像Pixel 4 或者好像iPhone X一樣 中間有個瀏海 所以你在看影片或者瀏覽網頁的時候 螢幕真的大很多 我現在開了機都覺得好像Full Screen一樣 而且因為我們平時看電影或者瀏覽網頁的時候 我們的手勢都是這樣開機的 這樣開機的時候 鏡頭就在這個方向 所以亦都不會阻礙到我觀賞畫面 這個設計就真的在我iPhone上 就真的體驗不到 這個我也挺喜歡 它是一個800萬像素的鏡頭 它的廣角就是84度廣角 都算夠歪了 最高支援1080 30格的錄影 這個就是Google的原生介面 十分之簡潔 還有真的很乾淨的感覺 而且它真的不會強制要你安裝 它任何的應用程式 包括Google Word、Excel 反而這樣就真的被人感覺到 它很清純 還有真的很大方 而且因為它是Google原生的關係 所以Android系統裡面的正規應用程式 就一定確保不會有任何衝突 這個就可能真的是王太子的品質保證 我用下去的時候 反應就真的都不錯 不如我們先講一下它的規格 它的處理器是使用高通的S730G 當一個G字就是遊戲的意思 就是這個晶片 就意味著可以做一個打遊戲機的優化 應該就沒問題 它有6GB的RAM 128GB的ROM 電量今次是3140mAh 電量就比Pixel 4的2800mAh還要高 它支援18W的快速充電 大概一小時就可以充到80% 100分鐘就可以充滿電了 實際上Google在日常的續航力調配上面 都用了AI 這個自動調節電池用量 會知道每個用戶的習慣 自動在背景裡面就關閉了 不需要用到的程式 來達到散電的效果 會越用就越省電 在Android 系統上 如果拉下來還可以看到電量可以用到多少點鐘 不過信不信就你們決定了 我就未開始使用了 但網上我見過人測試 大約可以用到15小時的續航能力 它支援藍牙5.1 和 NFC 功能 所以在傳輸上都頗快 說到螢幕方面 它是採用5.81 吋滑孔 2.5D OLED 螢幕 所以在黑色的地方都是非常漂亮 而且很乾淨 Full High Dam Plus 的螢幕比例是19.5.9 支援 HDR 顯示 張數密度是443 ppi 比起 iPhone SE 更高一點 它的屏幕使用大猩猩第三代的保護玻璃 螢幕解像度是2340x1080 有60Hz 的更新率 感受上顏色真的蠻漂亮 尤其是在這麼便宜的手機上 有這樣的屏幕顏色 表現的質素真的蠻好 而且它的邊框也很窄 能夠進用手機的大小已經非常不錯 在看YouTube 的時候會有大屏幕的感受 不過在播放 Netflix 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左右還是放大的時候 也有邊框的限制 這可能真的是它的軟件的問題 而且最高的只支援 1080p 不過也是預計到的 屏幕比上一代大 但體積反而更細 這又真是一個進步和驚喜的地方 整體上的感覺都很滿意 雙喇叭的設計 一組喇叭在手機的下方 另外一個喇叭就在通話的聽筒的位置上發出聲音 聲音也算大 使用的時候 因為是全螢幕的關係 底部是有一條bar 就像我iPhone操作一樣 向上推就是一個主螢幕 向左邊或右邊推就是上一頁或下一頁 再說一下打機效能方面 我在這裡打 Call of Duty 的時候 但一新的遊戲 我發覺打的時候 都不算是很利用 都尚算順暢 不過如果有大型的 或者是很多的物件的時候 就可能有少少遲 不過都不妨礙到我打的 在玩一些賽車遊戲 Graphic 需求大些 或者是一些簡單的遊戲 好像 Mario Kart 一樣 就更加沒問題 說到底 Pixel 的平價線 就是 3A 和 4A 只有一個主要的賣點 也都是只需要有這個賣點 就已經足夠了 就是它的主相機鏡頭 它用它本身的原生的 Google 相機應用程式 甚至乎 真的可以拍到銀河 就算是其他牌子的用家 都會真的下載這個Gcam 就是 Google 的相機程式 就知道它真的有多強大 Pixel 的相機強大 在於它真的超絕的AI的運算技術 具體的應用在相片上面的效果 主要其實是分成兩個 第一就是時常我們啟動的 HDR 第二就是它非常之勁的搭照的運算 但在 Pixel 4A 上面 根本就沒有所謂的 HDR 模式 其實因為所有的 Pixel 相機拍出來的相片 畫多畫數都是在裡面經過 HDR 的處理 由 AI 挑選出最佳的曝光值 又或者是暗部的對比 如果是利用手動調節的時候 最有趣的地方 就可以利用它雙曝光的調整 就有在暗部裡面調光 光部裡面調暗這個技巧 這一個就是相機的程式 有夜視、人像、普通的拍照、影片 還有更多 這個就是 Slow Motion 又或者是全景拍攝 我們看看相機 由 AI 挑選最佳的曝光值 以及光暗部的對比 如果我們按下去的時候 你會發覺可以做手動調整 拍照的時候 如果對焦過近 它都會提示你叫它退後一點 當你按一下主體的時候 它已經幫你自動去檢查光度 曝光正確 之後還要是對焦咬得很實 最終也是非常好 接下來就是手動的雙曝光調整 你看我的暗部可以再推暗一點或光一點 在光位我可以推低一點或補光 完全是一些HDR的玩法 拍照之後 還有很多東西調教在相簿上任你玩 例如一些Filter 或者你不是拍人像模式 都可以在這裡後製無效果 基本上拍的那一刻真的不用用了 因為你只按快門就可以了 回來還可以慢慢作調整 這個就真的很強大 在自拍的時候 它還會偵測到你的位置 它還會提醒你 底高一點的相機 這樣會拍得漂亮一點 自拍的時候 當然不少人像模式 在人像模式裡面 仍然都可以將我調高光和低光的位置 做HDR的感覺 而且氣候都可以後製 淺景深的多少由你控制 就算在晚上拍攝人像都可以 而且淺景深都能夠做到很Smooth 不單止對人可以做這個人像拍攝 對食物或是對食物 都可以做這個淺景深效果 不過可能它是一個中階的處理器 所以如果我發現 在不停按拍照這個按鈕的時候 我發現它有時都會卡住 或者有一個停頓 這就是因為它處理器的問題 但如果正常使用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反轉前鏡頭的時候 我們之後就試試拍一下它 來到最特別的拍攝模式 夜視 也就是它的星空攝影 在Google的夜視模式上 它能夠做一秒 甚至乎如果你真的只是微微仿動 它自動偵測到你的 例如你捉著夢牆 或者是在這支欄杆上面去拍攝的時候 它可以幫你做到長達4秒的曝光 這樣就能夠保持一個可以接受 甚至乎很漂亮的銳利度 如果你能夠把手機裝在三腳架 或者是穩定器上面的話 手機很厲害 就會自動幫你偵測到 它自己就會開啟這個天文模式 就可以做長達4分鐘的快門 來拍攝夜空、星空的狀態 在這個叫做天文的模式下 Pixel 4a的降噪力 以及它的踏上的威力 就真的是天為驚人 星空我們稍後就出街拍給大家看一下 不過現在我們就試一下室內裡面 關燈做夜拍功能 看看效果會怎樣好不好 先關燈 關燈 大家現在看到我 就真的差不多很黑的狀態 是後面那些小燈 但是它現在這樣就已經是非常光的狀態 好這個位置我們再試一張 全黑的環境之下按鍵 好 看一下畫面 嘩 它簡直是 這張照片就是剛才拍出來的 這麼黑的環境之下去拍 真的非常之厲害 噪點又不是真的很厲害 放大它 你看它的噪點也不是很多 這樣真的很厲害 是這樣的環境之下拍到這樣的照片 厲害 噪 你也看不到我 說明這部機的夜拍這麼厲害 我一定要出來拍一下 我等了很多天 終於沒有下雨 還有真的可以上到山頂這個地方 不過這裡一來大風 二來真的很多雲 星星我不知道能否拍到 所以不知道能否試到天文模式 不過盡我能力去試一下 我們現在就試一下手持 就這樣拍一些景給大家看 我都關了眼凳線 我就手持按鍵 請維持不動 我現在試一下 找這張桌子做承托 這樣放在這裡 看看它拍的時候 夜景會不會有點不同 它真的會拍久一點 試一下放在三腳架上面 看看會不會拍到 自己可以有天文模式 先看看 大家看到嗎 它這裡寫 它已經開啟了一個天文模式 即是它detect 到 現在是很穩陣的狀態 這個就是它厲害之處 我立刻按鍵看看 它行不行 感謝主突發 現在天氣開始清清 我看到那裡有幾顆星星 真的看看後面拍的星星 銀河就拍不到 因為銀河現在差不多9月 在銀河尾拍到 是8點到10點的時間 就已經下山了 我現在的時間已經差不多12點 因為剛才下雨 我還看到星星 我快點拍一下 真的可否用到這個天文模式 就真的可以拍到一些星星給大家看看 我已經等了很多天了 大家都看到就這樣拍都很厲害 其實它仍然有個RAW檔 給大家做後期製作 大家不妨看看 撿了之後會怎樣 相信大家可能有些人都會好像我那樣 將這部電話用來拍FOC 拍FOC的就是用前置鏡頭 1080 30格 就是這樣的畫面 現在都是用內置表演聲音 但畫面可能真的不夠歪 不過拍片始終不是它的強項 但好像也挺穩定的 這就是4K主鏡頭的畫面 它最高支援是30格 但你也可以看到它的機身防震 以及EIS的電子防震 其實都做得不錯 一般使用 或者是真的可以比美一下 這些運動相機 都可以的 來到總結的時候 Google Pixel 4a 究竟適合些什麼人呢? 這次 Pixel 4a 的售價 就真的給出誠意了 只是港幣2700多元 現在Google手機系列裡面最便宜的就是它 親生仔 有Google原生的三年更新服務 享有G camera 超強大的演說方法 還不停在更新的 無論是剛才人像 夜景都會持續更新 有超薄的體積 一隻手就剛剛好 就可以握得了 女士和年輕人就最適合 強大的攝影的能力 譬如現在真的很喜歡拍照 預算也有限 播劇也是非常好 喇叭的聲效都算OK 不錯,夠大聲 而且它玩一些輕度遊戲的時候 都算是順暢 在我裡面覺得 我最適合就是一般的學生 又或者是已經 好像我那樣 已經有一部旗艦級手機的人 想多添置一部手機 來做後備 或者是工作來用 這個手機真的這麼便宜的時候 無論你真的工作的時候 不小心跌到地上 你都不會很痛 如果大家真的想買這款手機的時候 在現階段 香港只可以買到水貨 如果大家真的買的時候 都可以到Amazon裡面購買 那裡購買就應該比較 鐵禁官方的售價 而且運回來香港 Amazon就好像免運費 大家可以在下面我的描述檔裡面 找回連結作為一個參考 好了,今集就講到這裡了 我是齊Jack 希望大家記得Follow我的IG 和Facebook的專頁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再見 蜜�蜜蜜蜜蜜蜄蜥 dashboard